哈囉 大好奇 那我們今天繼續我們這個晚上9點的 隨便打 隨便打環節囉 那今天想要問大家一個問題 因為我這幾天一直在想說要拍一下 就是我們這邊的這個神色環節 就是讓神色吃XP嘛 但是我完全不知道神色究竟什麼時候會出現 所以這邊如果有這個超好信徒的話呢 你們也可以跟著你們分享一下究竟 神色出現的這個時間點究竟是什麼時候 如果你們知道的話也可以跟著你們分享一下喔 因為他好像有一些關卡 比如說像我們之前啦 就是問大家就是那個什麼 通知的這個地方開啟的部分 有一些關卡是有在上面 但有一些關卡是沒有啦 所以這個也還算是頂要問大家的 就是比如說像神色的話 他是隨機出現或者是怎麼樣 怎麼去觸發他那些出現的這個要素 我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跟著你們分享一下 我等他等了很久耶 他再不出現我真的是沒有辦法去浪費我的XP啦 你知道嗎 不過基本上其實XP存著 然後等到之後的這個貓眼石那邊再重新集結之後 確實還是蠻重要的啦 不過因為有很多的關卡都是可以去刷XP的 所以應該是OK 反正現在只要有更多的這個貓眼石環節的時候啊 我就是趕快把他們升到一些就是那個 比較不常用的貓貓 抽一下這個排行榜 排行榜最後的話至少還是可以拿到一張那個 最高的那個黑金卷是不是 對阿就可以抽到蠻多那個角色類型的這個大卷子 而且他在保底這個超級稀有的是不是 忘記了應該是喔 就是我們這邊的這個 25000的這個排行啦 最後會有這個 最終的這個傳說卷還是黑金卷的 沒錯就是傳說卷喔 那個還算是不錯的喔 好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很久沒有打那個進度了喔 我們來打一下這個 三星挑戰的月光塔 如同淚眼汪汪的小狗又來了 Oh my god Oh my shit 那這關的話基本上之前是到我們的這個古龍啦 好不好 觀眾有分享古龍的一炮 那我們這邊應該要繼續在這個古龍的一炮了喔 然後先把這個加速給他關掉 所以這關大概率也是要快一點 要快一點 因為這邊不快的話不行 再來個貓咪龍城 哇這關好像 又有點難快了喔 我覺得那個 那個小敵人確實是滿激波的 你知道嗎 他只要用一個無敵護盾 我們就是直接擋死了 所以感覺這關好像還是得要靠一點點運氣對不對 因為像我們這樣就來不及了 這樣差不多很大的機率就來不及了 你看這個小敵人 他只要順利的開啟我們這邊的無敵護盾 我們這把應該就已經去了 好不好 哇哩哩 那這個是很壞喔 對阿這個時間應該是 一定會被那個了 一定會被這個燕子群給弄爛的 因為他們應該要出來了 他們要來啦各位 那除非就是這個地方 欸不對 按錯了耶 因為我們這邊是帶了天使 有機會 衝一下 老哥 你看就算有貓咪龍城這些也是沒救的各位 一開始真的是要打快一點點耶 但是要怎麼有效的就是弄那些阿 就是把那些我們那個什麼 把那些恐怖的小敵人護盾弄掉 那小敵人護盾確實是滿激波的 我只能這樣講 莫名其妙耶 我們只能賭他 都開不出來那個小敵人激發護盾 只有賭這個了 因為剛剛其實我們也是花了滿多一些時間的 但是我們現在好像都還衝得過去了 好 我們就衝一波了 GOGOGO 來來來來來 反正我們就是在快要結束的時候這邊啦 我們就是要讓那個古龍飛過去了 古龍飛 哇 完了 哇 完了 這邊不太行 而且我記得之前好像是 我看那個人好像不是帶那個耶 他不是帶就是天子炮 他好像是帶那個一般炮的 所以一般炮這邊空過去打一打應該是 應該是ok的唷 好不好 來來來 哇這個淚眼光光小狗狗 真的滿機車的耶 這個關卡 對阿 莫名逼妙耶 就是要這樣子用一堆燕子搞我們這些善良的玩家就對了 是不是各位 你怎麼可以這樣欺負我們善良的這個玩家呢 是不是 對阿 太扯了吧 而且是一些不死燕子耶 獨級不死燕子瘋狂來耶 是想怎麼樣 各位 好 那這邊待會的話呢 靠近之後 好 這邊差不多了 完了 不行 這太早了 哇 好像太晚了 太晚發了各位 那邊應該就要飛過去然後 擋在那邊然後讓古龍去那邊弄一個 然後我們這個角色不能太快的衝過去 要讓古龍飛過去這樣子 這感覺要把這個加速關掉會比較好做一點 哎呦喂阿 哪有下你 哪有下你難 我的天 好 這邊等待喔 等待喔 還沒到時刻喔 喔 好 然後這邊差不多 這可能要算一點點你知道嗎 算個時間點 OK 先把他打爛 喔 有了 完了 完了完了完了 衝一下古龍 擋住擋住 啊 哇 那邊太早了 哇 這個時間timing真的是要掌握得也很好耶 但是沒有掌握得很好喔 就真的會被充爛耶 潰堤了各位 OMG 直接一個潰堤不行耶 除了這個方法的話 大家不知道還有沒有一些其他的這個方法 因為這個 這個感覺 控的這個時間還算要控的蠻好的耶 有沒有更無腦一點的打法呀 有沒有就是 一定不管怎麼樣都會贏的那種 如果有的話歡迎大家分享 對啊 我們這邊是 哲平頻道 最需要這種鬼東西了 那我覺得應該就是怎麼樣 就是我這邊 要貓砲跟就是那個 貓砲跟古龍一起拍 應該才會比較好一點 對 貓砲要跟古龍一起拍 讓他能夠順利飛出去 各位 OMG OMG 完了 完了 好險我們這邊都沒開什麼道具喔 就只有用那個加速而已 確實是頂那個耶 不過我們有開貓領旗啦 OMG 貓領旗也是頂貴的耶 好 走起走起 我真的覺得目前來說這個方法應該是 最最最最輕鬆的 然後最可以嘗試的 但是還蠻難成功的就是 沒到黑米乾丹啦各位 看一下喔 要等那個貓砲 等貓砲好像有點久耶 看起來 看起來要出了 看起來要出了 來了 烏龍 乾 完了 好像被碰到了呀 碰到了碰到了 浪費 浪費體力大魔王 感覺好像沒辦法跟到那個貓砲耶 就是如果 這邊這個貓很快就進去的話 感覺是跟不到那個貓砲的 可是我覺得這邊好像都還算OK啦 至少不要讓那個什麼 不要讓那個小敵人一直 一直無敵盾啊 超麻煩的 準備了喔 只要水母再打一個 漂亮的這個有沒有 漂亮的這個坡洞 我們就是往前衝了 有嗎有沒有轟到 啊差一點 哇在後面一點點就有機會了 完了 極技 他在後面一點點啦 如果我們再往前一點點的話 應該 應該是可以的 就轟的到了 哇哇哇 啊居然轟不到我的媽呀 來噴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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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轟起來轟起來 完了完了完了 哇這一次感覺好像 更慘哦 這一次他這個無敵很 很多次呀王八蛋 哇這個在無敵呀 完了 沒跟到 沒有上到噢 這個一碰塔之後這群燕子就狂出猛出了 一張貓領旗要不要打完了呀各位 一張貓領旗要不要打完了呀各位 哦 看起來 有機會 有機會有機會有機會 這次有機會 完了 被卡在這邊了 完了 沒機會啦 完了這群燕子 莫名逼妙耶 狂輸猛輸耶 很難喔 還是我們這邊 換一隻那個腿貓之類的 我看一下喔 看一下這個 雞肉沒腿貓的這個烈波怎麼樣 看一下 看一下來 這樣子試試看怎麼樣 來 其實都差一點點耶 其實我們的古龍只要往前一喵喵 就可以了 對他只要往前一喵喵就可以了 這次怎麼感覺好像打得那麼更辛苦了 這次怎麼感覺好像打得更辛苦了 莫名其妙耶 這兩個烈波大哥嗎 完了 啊剛剛在後面如果 鑽那一下就可以了 極技 剛剛那個後面那一波然後讓那個古龍再順利飛過去的話就可以了 所以感覺好像還是要看那個 看那個水母貓這邊的這個好運耶 對啊 水母貓好運一點點感覺是 會有機會耶 哦 這一把這一把已經到這裡囉 這一把已經到這裡囉 我覺得先出了先出了 油進去一點點 哇 啊 完了 如果在那隻 哦 我的天 但是空了之後他們其實 裡面的燕子就很有機會再跑出來了耶 可是也不是完全可以耶 水母貓加油啊 水母貓 OMG 水母貓拜託囉 很難耶 我的天 OK 然後這邊 再發一次 可以往前進 有 古龍 拜託了 這邊可以吧 他是不是又沒打到啊 還是 還是他已經沒辦法轟7777了 我怎麼覺得剛剛那個距離好像不錯 完了完了完了 剛才距離好像不錯的啊 那是最好的一次了耶 我的天 這是我們目前來說最好的一次了 哦 我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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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喔 再繼續往前一點點 哦 有了有了有了 要來了要來了 幹 靠腰